爪钻生猪手链 这一款爪钻生猪手链 然后8mm的纺真珠6颗 然后6mm的纺真珠24颗 另外还要大概一小撮这些2mm的小圆珠 另外挡珠要2个 咬线器2个 然后项面锁头要一组 然后加长面一条 0.25mm的鱼线要150公分的一条 第一步就是我们先穿3颗小珠子 然后再一颗6mm的珠子 然后这边就先放着 然后这边另外一条线也穿3颗珠子 然后再一颗6mm的珠子 然后再一颗这个大的珠子 8mm的 然后这颗8mm的是用来交叉的 然后另外一条线 右线交叉跟它 然后两条线位置对掉 然后抽紧 抽到底 就变成这样 然后接着再一颗6mm的小珠子 然后再三颗2mm的 好 这边先放着 然后这边也是一个6mm的小珠子 然后三颗2mm的 然后我们先把它推到底 变成这样 然后接着我们要一颗爪钻 接着我们用一颗爪钻 然后爪钻下面有洞 我们从下面的洞斜穿 爪钻下面的洞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要斜穿 这个穿过来 另外这一根针穿另外一边的 这一边的两个洞没有穿的 穿过来 然后同样拉到底 推到底 让它拉紧 就会变成这样子 然后接着 同样再恢复到第一步 三颗小小的小 2mm的珠子 跟一颗这一种的6mm的 一颗6mm的 然后另外一根针 也是三颗2mm的 然后一颗6mm的 然后一颗6mm的 然后这一颗8mm同样是用来交叉的 然后线的位置对调一下 然后抽紧 就变成这样 然后接着 再一颗6mm的 再一颗6mm的 然后三颗2mm的 这边三颗2mm的我们就先放着 然后这边同样6mm的一颗 然后再拆过来 然后另外一颗针 要穿这一边的 好 就这样子 整条都是这样做 然后抽紧 就变成这样 然后接着再重头 三颗小珠子 好 一颗6mm的 要重复穿 把这边的大珠子跟水钻穿完 好 到这边 我们已经全部的珠子穿完了 最后也别忘了 最后要左右各穿三颗小珠子 然后我们要把咬陷器拿来 把咬陷器拿来 然后从下面的洞穿进来 两根针都要穿 两根针都穿进来 然后再拿一颗挡珠 挡珠 挡珠非常小 然后从挡珠中间穿过去 两根针都要穿 而且是要用对穿的方法 挡珠在这 用对穿这一头穿过去 然后打结 再打一个 挡珠 然后挡珠还再对穿一次 它才会把线给咬紧 好 然后我们拿起来挡珠的位置 要再对穿一次 我们现在开始也在走线 我们针出来的时候 是在挡珠外面 这个下面 在这个地方 我们开始走线 从这一头 要走到那一头 走线方法就是 从这三颗珠子穿下去 再穿大珠子 然后再穿 再穿这三颗 这一颗珠子 跟这三颗小珠子 然后再从爪钻下面过去 然后再穿 继续往前走 然后到大珠子 这个地方的时候 记得要一个交叉过去 然后再走这一边 待会那边没走的 就会走另外一条线 它会走 走这边过来 全部都要这样走 走一遍 然后再大珠子 然后再小珠子 然后再爪钻 这一根线是这样走法 另外那一根线的走法也是一样 另外这一根线的走法 它是在顶部 我们同样从这边走下去 然后遇到大珠子的时候 记得要交叉一下 就是到对面去 大珠子对面这边 然后再走这一边 因为这边刚刚那一根线没走 所以我们现在要走 然后再走爪钻 整圈都这样走 走到这边底 好我们已经走 线都已经走完了一整圈了 它现在行就已经固定住了 然后我们就把针拔掉 然后在这个地方打结 可以稍微多打两个结 这样子 然后 要手稍微捏着它一下 然后用火烧一下 但是不能烧过头哦 好我们就这样捏着 它这样它就会可以黏上去 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爪钻珍珠手链 好然后把针拌进去